大家好,饭店的酸辣土豆丝为什么这么好吃呢? 其实只需要掌握几个小技巧 按照我这个方法炒出来的土豆丝酸辣脆爽 绝对比饭店的还好吃 一起来看一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两个黄心土豆用刮皮刀刮去它的外皮 去好皮之后把土豆清洗干净 然后先在土豆的底部切上几刀再把土豆放平 这样切土豆的时候就不会打滑了 再把土豆改刀切成薄厚均匀的片 切片后将土豆码放整齐 再切成丝 这个丝也不需要切得太细 只要均匀一点就可以 土豆丝切好后将它放入清水中 再下手把土豆丝表面的淀粉清洗干净 这样土豆丝吃起来更加的脆爽 清洗干净后重新加入清水浸泡10分钟 防止氧化变黑 接下来准备半个青红椒切成细丝 切好后装入盘中 再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小葱切成段 切好后装入盘中 准备几半的大蒜用刀拍一下剁成蒜末 剁好后装入碗中 准备一点干辣椒用剪刀剪成段 接下来锅中烧水加入少许的白醋 水烧开后把土豆丝放入锅中焯水 这里焯烫的时间不宜太长 给它烫30秒钟就可以了 烫好后接着把它捞出来 放入凉水中过一下凉 这样土豆丝吃起来的口感才更加的脆爽 锅凉后再捞出来控干水分 接下来把锅烧热加入少许食用油 然后放入一小把的花椒 开小火把花椒炒香 这里切记不要把花椒炒糊了 要不然吃起来会发苦 为什么你炒的土豆丝不好吃 就是少了这一步 花椒炒出香味后用漏勺把它捞出来 接下把干辣椒和蒜末放进来炒香 炒香后把土豆丝和青红椒放入锅中 这个时候我们要开大火快速地翻炒 炒出锅气 翻炒均匀后 接着加入一勺食盐 少许的鸡精 加入少许生抽 继续开大火把调料翻炒均匀 亲爱的朋友们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伸出你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翻炒均匀后再把小葱放进来 继续翻炒 把小葱炒至断生 出锅的时候再沿着锅边淋入少许的白醋 再次翻炒几下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一道简单又好吃的酸辣土豆丝就做好了 这样炒出来的土豆丝酸辣脆爽 好吃又下饭 绝对比饭店的还要好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 我们下期再见